大家好,又來到新一集的網絡冷知識 今天跟大家介紹的詞語就是 吃著花生就等看電影 吃著花生就等看電影原意是指一邊看電影一邊吃花生 好炭感的意思 後來就逐漸發展為袖手旁觀 特別在網上討論區中,網民開戰時 當其他網民不理會,靜觀其變 當時他們會留一句言,就是說吃著花生 吃著花生等看電影,一句說話變種源於高登討論區 現在已經廣傳至各大Facebook Group及其他新聞討論區 又名吃花生等看電影,其後更簡化為吃花生 而吃花生的人會被稱為花生人士,花生友或花生客 高登網民亦會用花生指數及花生價格 來比喻一件事的可觀程度 其後有高登會員更將沿途的花生先生 改成小丑神 以及一系列的食花生為題的改圖 欣賞完這集的內容,不妨給我們訂閱 此刻還有不同的冷知識送給大家 大家記住緊貼我們的動態 我們下次再見 等一下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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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